网传邱叔真的大女儿疑似家要出道了,连名字都已经改掉,只为区分同名同姓的女演员。 然而,邱叔真却对外宣称,不愿让女儿进入演艺圈,看看当中怎么回事吧。 就在最近的这几天,一些韩国的媒体爆料了,邱叔真的大女儿沈月,有可能将在韩国那边出道,正式成为一名女艺人。 而且爆料的媒体还透露了,为了区分同名同姓的那位女演员,沈月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改名为了欧雅,以此冲散与国内的女明星同名为沈月的那个冲突。 虽说这样的一条消息,邱叔真和沈月方面,当下暂时没有公开证实,也没有发表任何的消息否认。 但通过之前的种种举动,这一位新二代沈月,确实有种进军娱乐圈的趋势。 比如在之前的时候,沈月经常在社交平台露面,与多位的明星艺人们合影,或者参加一些活动。 甚至还接拍了不少的杂志封面,以及在娱乐圈中,大量曝光了她自己,为出道做好不少的铺垫。 然后她在这一次的改名当中,将名字改为了欧雅,这个英文名的美的字母,分别代表了冒险,和年轻觉醒,以及爱和一点点的创意。 所以,通过多个的细节,都能够让人感觉到了,这位被誉为最美的新二代沈月,确实像是要出道了。 不过在之前的时候,她的母亲邱书珍,却在一次的采访当中,说过不愿让女儿去做明星。 邱书珍的那番话,似乎不想让自己的女儿,进入娱乐圈那个大染缸当中,毕竟她是过来人,知道当中的一些黑暗。 然而这一条消息,在网络上曝光之后,不少的网友们,纷纷在留言区热议了起来。 比如一位网友评价到了,有些人一出生,就注定了要走那些路的。 而且,有的网友也表示了,后来才发现,不从意的话,实在不好来钱呢。 这位网友的意思,是指邱书真不希望女儿做明星,但到了后来才发现,如果不去从意的话,实在不好来钱了。 甚至还有人吐槽到了,看来还是娱乐圈的钱好赚,而且还能出名。 可见不少网友们的心中,对于这位沈月的疑似将要出道,纷纷认为了是一定的事情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沈月的这件事情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? 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,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